小伙伴们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当我们蛋仔进入水池时 随手那么一抓就能抓出一条大鱼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水池中只能用来抓鱼 或其实在蛋仔岛中还隐藏着第二个水池 可以用来游泳 你们知道吗 众所周知蛋仔岛中的水池清澈见底 如果你也见过蛋仔岛的水池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蛋仔岛中的第一个水池 它的水非常的浅 我使用小红帽让它前扑 让身体更多的接触到水面 但是我和学姐发现 小红帽都快毁容了 它都没有浮起来 所以说这个水它是非常浅的 你表情包装的第一个 就是此时小红帽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蛋仔岛被隐藏起来的第二个水池 可以用来游泳的水池 它长什么样子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的广场上 发现了这个水池 这个水池的水很深 我们蛋仔挑进去以后 可以自由的游泳 小伙伴们你们看 我蛋仔完全的就浮在了水面之上 它根本就没有站在水中 所以说在蛋仔岛中 水池它是可以用来游泳的 只不过被官方隐藏了起来 你们知道了吗